在昨天上午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希强 介绍了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 将载轨主要执行6类任务 并介绍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 登月阶段任务已启动实施 目标是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近期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启动实施 总的目标是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开展月球科学考察及相关技术试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在前期关键技术公关和方案论证的基础上 以全面启动部署研制建设工作 包括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 也就是长征10号运载火箭 新一代载人飞船 月面着陆器 登月阶等飞行产品 新建发射场相关测试发射设施设备等 感谢观看